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One 這一台是Apple的第一代iPad Pro 那非常非常的老舊 它整個看起來像是放大版的iPhone 6 但是用了這麼久 它的效能完全沒有跟不上的問題 還是非常非常的滑順 那我們今天也要來開箱一台可以畫畫的平板電腦 那就是我們的Samsung Galaxy Tab S7 Plus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我們繼續看盒子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支超級輕的觸控筆 那它的充電應該是長這樣吧 那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15W的變壓器 如果要45W就是快充的話 你還要另外購買 盒子裡面還有一條Type-C的線 有我們的SIM卡卡針跟一大堆的說明書 OK這就是我們盒子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快速來玩一下 看看這一台平板電腦畫畫畫起來 到底比iPad Pro好呢 還是比iPad Pro差呢 那我發現這支筆只有一個方向可以充電 如果這個筆尖著不是鏡頭的方向 可以吸但是不能充電 你一定要筆尖朝向鏡頭 它才可以充電 那我們就直接來畫畫囉 先直接跟大家說一下結論好了 就是我們iPad Pro 畫畫還是最厲害 因為它這一支Apple Pencil 它不只有壓力的感應 它連角度的感應都有 那像Samsung呢 它就只有壓力的感應 就只有大小力 它的筆刷的粗細啊 或者是流量會改變 但是它的傾斜呢 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就是這一支筆沒有支援傾斜的感應 那iPad Pro是 這個Apple Pencil是有的 所以畫起來的改變啊 變化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也是要有軟體支援 才會有優勢 那如果沒有軟體支援的話 畫起來就跟Samsung差不多 iPad Pro的筆觸 變化真的是多了 非常非常多 就比較接近真實世界 你真的拿一支素描筆 或者是你拿水彩來繪畫的感覺 那Samsung這邊呢 因為沒有角度的感應 所以你如果想要做出 跟Apple這邊一樣的繪畫效果的話 你要去設定裡面 然後去調整筆刷的角度 應該是沒有什麼可能可以畫出 跟Apple一模一樣的東西 因為你用筆刷角度這樣慢慢調整 根本畫不出來一樣的東西 Apple Pencil這邊的筆件是比較堅硬的 那畫起來非常的滑順 好像在溜冰的感覺 就是那種沒有阻力 然後一直滑一直滑那種感覺 所以跟紙張的書寫那種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Samsung這個筆件就比較柔軟 那它畫起來就會比較有阻力 雖然還是跟紙張書寫差很大 但是我自己要挑的話 我還是會選Samsung這個比較軟的頭 因為畫起來有阻力 畫起來比較有感覺 個人喜好啦 這兩台平板 如果你單純只要畫畫的話 你一定要選iPad Pro 因為它的這支筆真的非常厲害 它畫起來就跟Wacom的那種 電繪螢幕差不多 它的品質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電繪版 然後你又想要有一個平板 就是你可能外出啊 可以做其他事 看影片很爽之類的 那你就買iPad Pro吧 Samsung Galaxy Tab這邊呢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於一台平板電腦 送你一支觸控筆的概念 所以它比較偏向於做筆記啊 或者是截圖 快速截圖 畫個小插圖之類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認真創作的話 你還是去買iPad Pro 或者是你去電腦用Wacom的手繪版 Samsung這支筆 還有一個厲害的功能 就是它的懸浮功能 在你還沒有碰到螢幕之前 你可以按觸控筆上面的按鍵 它就可以快速叫出 做筆記啊 或者是快速插圖啊 截圖之類的功能 就跟Note系列一模一樣啦 那這台平板 為什麼我說它有點像是 一台平板附你一支觸控筆呢 因為它的功能實在是多很多 像是它最厲害的 就是Samsung Dex Samsung Dex這個模式 我覺得它就是一台平板電腦 變成電腦的模式 那它所有的視窗都可以隨意的放大縮小 移動位置 重疊啊 或者是開很多多功能的視窗 來複製貼上你的文件 非常的方便 這台Samsung Galaxy S7 Plus 它的喇叭有四個 那它聽起來都非常舒服 所有的頻率都非常舒服 那像是iPad Pro呢 我之前用習慣的那一個 我覺得Apple公司 它們所有的喇叭 不管是手機啊 平板 電腦 所有的喇叭 聽起來那個重低音的飽滿程度 都有一點過頭 有點摧毀的音樂 就 個人喜好啦 Samsung Galaxy Tab S7 Plus 它的螢幕不只是AMOLED 它還有隨時隨地的 120Hz的更新頻率 那有人說 120Hz根本沒屁用啊 因為看YouTube根本用不到 Connect with 也是用不到 但是 你平常在滑網頁 滑IG 不管是你想要滑什麼Facebook啊 或者是各種社群媒體 真的是非常滑順啊 整個看起來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心情就會很好 這螢幕亮度調整非常厲害 它可以從幾乎全黑 到爆炸量都沒有問題 AMOLED的螢幕給大家的刻板印象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鮮豔 那我覺得根本不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一個自然的模式 讓所有的內容都讓它自然起來 就是顏色非常準確的啊 如果你要修圖啊 Photoshop Lightroom之類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顏色非常準確的 OK 之後我們就等 Samsung Galaxy Tab S7 Plus的快速開箱 跟iPad Pro畫畫功能的比較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1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